所以呢 我想 对不起哦 赵伟还在发言 我真的希望那个黄杰委员你是新的委员 希望你进入到立法院里面 第一 能够尊重一下立法院长期的规矩 第二呢 也希望你不要插嘴 好吗 如果有任何的讨论 待会赵伟走下赵伟台的时候 我再跟吴赵伟我们讨论一下 可以吗 好 谢谢你 以上就是赵伟针对7月4号跟7月8号 所有的过程 没有任何一个情绪性的发言 也没有任何造谣 完全是根据事实在说明 以上赵伟的说明结束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我来跟吴赵伟我们讨论一下 上个礼拜一的程序呢 其实是合乎的所有的规范 所以如果大家有意见的话 那么很抱歉 赵伟就先动用表决权了 那我们现在来表决一下 大家认为上次的议事录 有没有错误或遗漏的地方 没有错误的地方 请举手 谢谢 好 非常谢谢 好 非常谢谢 好 上次的会议事录赞成的部分有24677位委员 那么不赞成的有几位请问请举手 好 有意见 我们现场有五位 所以七位跟五位赞成上次的会议事录多数 所以呢 我们的议事录就确定 最后我要抗议 严正的抗议 韩国瑜院长议事不中立 为什么特别针对我 更何况我到底是违反了哪一个法律 违反了哪一个规定 门锁既没有被破坏 我也是合法合规的进到会议事 真的破坏门锁的是国民党陈永康委员 他把茶水间的门栓踹断了 为什么韩院长选择半律不半蓝呢 所以我必须要在这边严正的抗议 韩国瑜院长根本就是针对我个人 甚至把我的影像外泄没有任何的通知 可以在不告知委员的情况下 就这样泄露立法院监视器的影像吗 没有影响我个人的个资的问题吗 这就是现在意识不中立的立法院 我在这边严正的抗议 我再次主张今天的意识录应属无效 礼拜一的会议是无效的 有关于早上起床提早进入就要认真上班 这件事情真的好意思这样说吗 第一个大家想知道你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难道不用讲清楚说明白吗 第二早起你是为了霸占主席台 为了阻止一场会议的正常进行 这不叫认真上班 这一场不但没有让内政委员会可以顺利进行 还连带影响了很多委员会 在上个礼拜一跟上个礼拜四跟礼拜一 两场的会议之中其实是严重影响立法院的意识效率 严重影响我们立法院同仁的工作内容 请问这是认真上班吗 这是什么值得拿来说嘴很骄傲的事情吗 不要搞笑好不好 第二回到这个门锁的问题啊 问题不是有没有破坏而是有外人疑似进入立法院的任区吗 这件事情从院长的高度他难道不应该被合理的调查吗 问题是在于今天有我们的立法院的同事 在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公然否认自己做过的事情 在所有媒体镜头前面公然说谎 没有真相的一件事情 难道不用查清楚吗 难道我们立法院的同仁跟社会大众 不值得了解事情的真相不应该说明白吗 下午的会议它真的是一场黑箱的会议吗 我想到这里应该大家都有收到 内政委会正式变更会议室的公函啊 该走的程序有走嘛 回去找一下嘛 回去找一下嘛 第一个 第二个 你如果讲说这一场黑箱会议你们没有办法参加 你们不得其门而入 请问为什么议事录上面 有14位我们所有内政委员会签名签到的签到表 为什么 为什么 有47位列席的委员啊 包含不同的委员会 我在这边要严正的宣告 礼拜一的会议是无效的 违法会议会议无效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平常我们内政委员会 其实都非常的有纪律 早上7点半的时候 我们的议事人员就会出现在会议室 让我们来准备签到 8点所有的委员也都准时来签到 可是礼拜一大家看到 早上8点我们所有的委员 站在这边等着排队 要来签到 结果议事人员全部都消失了 全部都消失了 消失多久 6小时 我们议事人员 省影6小时 请问是去了哪里 被谁带走 难道我们立法院不需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吗 为什么我们的议事人员可以消失这么久 不在内政委员会来开会呢 所以这一次的会议的举行跟发言的登记 已经很明显违反议事规则了 所以我主张这一次的会议无效 再来我们的委员会组织法第九条也规定除了秘密会议之外 各有委员会应该要公开举行 可是我们当天礼拜一招委宣告会换会议室甚至阻挡我们立法委员进到更换的会议室 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开会通知单明明就是写红楼202 可是当天才手写到一个要换到201 而这张手写没有任何的盖章 没有任何的签证 甚至我们都没有收到通知的情况下 会议就换到201举行了 这难道算是一个有效的会议吗 甚至我们的部长都被挡在外面 都还不知道原来已经改到已经换会议室了 这样的会议真的是有效的吗 甚至当天我进到会议室201的时候 国民党所有的委员都已经完成签到了 这难道不是黑翔吗 为什么国民党的委员可以先签到 再把门打开 让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到现场才知道说 难道是不是已经优先先让国民党的委员 在会议还没召开之前就已经知道要换到哪里 而且已经完成签到呢 这样的会议是有效的吗 最后我要抗议严正的抗议 韩国瑜院长议事不中立 为什么特别针对我 更何况我到底是违反了哪一个法律 违反了哪一个规定 门锁既没有被破坏 我也是合法合规的进到会议室 真的破坏门锁的是国民党陈永康委员 他把茶水间的门栓踹断了 为什么韩院长选择半绿不半蓝呢 所以我必须要在这边严正的抗议 韩国院长根本就是针对我个人 甚至把我的影像外泄没有任何的通知 可以在不告知委员的情况下 就这样泄露立法院的监视器的影像吗 没有影响我个人的个资的问题吗 这就是现在意识不中立的立法院 我在这边严正的抗议 我再次主张今天的艺术录因属无效 礼拜一的会议是无效的 这几件事情我们还是在这边做一下厘清 第一个有关于早上起床提早进入 叫认真上班 这件事情真的好意思这样说吗 第一个大家想知道 你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难道不用讲清楚说明白吗 第二早起你是为了霸占主席台 为了阻止一场会议的正常进行 这不叫认真上班 这一场不但没有 不但没有让内政委员会可以顺利进行 还连带影响了很多委员会 在上个礼拜一跟 上个礼拜四跟礼拜一 两场的会议之中 其实是严重影响立法院的议事效率 严重影响我们立法院同仁的工作内容 请问这是认真上班吗 这是什么值得拿来说嘴很骄傲的事情吗 不要搞笑好不好 第二回到这个门锁的问题啊 问题不是有没有破坏 而是有外人疑似进入立法院的院区吗 这件事情从院长的高度 他难道不应该被合理的调查吗 问题是在于 今天有我们的立法院的同事 在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公然否认自己做过的事情 在所有媒体镜头前面公然说谎 没有真相的一件事情 难道不用查清楚吗 难道我们立法院的同仁 跟社会大众 不值得了解事情的真相 不应该说明白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 自有公论啊 这个我同意自有公论 再来我要讲 下午的会议 它真的是一场黑箱的会议吗 我想到这里 应该大家都有收到 内政委会正式变更会议室的公函啊 该走的程序有走嘛 回去找一下嘛 回去找一下嘛 第一个 第二个 你如果讲说这一场黑箱会议 你们没有办法参加 你们不得其门而入 请问为什么议事录上面 有14位我们所有内政委员会 签名签到的签到表 为什么 为什么 有47位列席的委员啊 包含不同的委员会 那场会议所有参加人都非常清楚啊 我们在前面进去布置会场 是因为要等待会议直播的讯号切换啊 我们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开门 是因为我们清楚 一旦开门 民进党就会攻占主席台 按照事后的发展 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我们自始至终都希望 会议可以顺利进行啊 不管在红楼 202 或者是201 或者是群衔 我们的初衷没有改变嘛 我们希望场地布置好 我们希望 护着主席台 只是希望会议能够顺利进行啊 我们在这边都直接讲啊 高清招委很明白地跟我们党团表示啊 如果要开会 叫病叫驚 该答询要答询啊 该处理要处理 该逐条要逐条 如果有任何的动议的修正 也要按照正常的会议规则 来做行使 他有没有说到做到 难道没有吗 是不是按照开会的程序 如果这次的议场会议 真的会议要快速通关 大可重演过去30秒或1分钟的事件 可是有吗 我们主动开门让大家进来 让大家开会 是因为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讨论 可是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这个会议 又一次的被瘫痪 所以这些事情 难道不应该说清楚吗 所以我们希望 这个议事录 我同意红路委员讲的 内容上有若干可以讨论 大家值得修正的地方 但你要讲它是一场无效的会议 或者是借机 还要把事情扯到韩国院长身上 或者是要抹黑招委 跟我们议事人员 本期是绝对不同意的 以上 听到一些委员断章取义 完全是曲解 当天的会议的进行的内容 甚至是造谣的 我在这边简单的回应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当天什么时候主席宣布开会的呢 他们在201宣布开会的时候 我们在场 至少我们所有民进党的委员 都没有收到通知 因为他们就是偷偷摸摸 使用一个email 然后传到我们的公务信箱 五分钟之后 就在201宣布开会了 也就是说 我们人在现场的委员 根本就还没有打开这个email 请问五分钟后 就宣告会议室开始 这难道不是心里有鬼吗 这就是他们偷偷摸摸正在进行的事情 然后刚刚有委员说到 如果我们又 我们这样子不是 是会上演这个半分钟的事情 我不知道国民党怎么好意思 讲10年前的半分钟 我相信张志文委员在这里 最清楚 他爸爸当年就是引发10年前半分钟事件 上演的元凶 没错你讲的你讲的是半分钟 会不会太好笑啦 半分钟就是张志伦的父亲 造成的 好 我请大家安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国民党可以现在在这边坐贼喊坐贼啦 当天会议无法进行 完全都是因为国民党挟持了会议 为什么呢 因为早上8点我们所有的委员在这边乖乖的准时排队 结果我们在后面的这个议事桌 大家可以看到 以往就是8点甚至7点的时候 议事人员就坐在那边 然后把所有的签到单 登记发言 把单子摆出来 结果我们在排队的时候怎么等 等不到 等了6个小时 还是等不到 就因为议事人员被带走 到底被谁带走了 给大家看一个画面哦 没有拿在 李嘉 好 补充一下 这个 媒体都拍到了 当天议事人员身影6小时在哪里 是不是在我们高津教委的办公室 然后6个小时之后 才被一起带出来坐上同一台车 进到201的会议室 这难道不是瑕疵意事人员 难道不是偷偷摸摸 为了要开闭门会议吗 甚至我们所有的委员 当时终于得知说 原来是在201开会 5分钟后我们走到那里 甚至连部会都还没进去 结果他们把门关上 不让我们进去 结果开门的时候 他们已经部署好了 然后站在主席台上是谁 是国民党 你们说 为了要怕瘫痪意识进行随意 你们 你们说要好好开会 结果当天霸占主席台的 竟然是国民党 把主席台完全站住了 这不就是国民党 你们在瘫痪意识吗 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最后我讲一下啦 这个 吴秉睿策案的事情 他早就已经策案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国民党 到现在还要寄生人家 要吃人家豆腐 过去 造成最大的不合格率的 联署的 就是国民党 就是造假大户 多少死人联署 多少假人联署 都是在国民党手上 结果他们现在好意思 透过这个法律 要来寄生别人的提案 为了要保护谢国良 为了要保护这些委员 自己怕被罢免 就来提高这个罢免门槛 真的是非常的厚颜无耻 像这样 没收民主 没收大家人民的罢免权 我们绝对不同意 好啦 谢谢大家 赵伟已经给非常多的时间 让大家各自论述 各自表述 请大家安静一下 你们也要让赵伟讲几句话吧 好不好 谢谢 好吗 谢谢 刚刚都听到各政党的委员 尤其民进党的委员 跟国民党委员 针对7月4号礼拜四 7月8号礼拜一的议程的部分 还有所做的行为 所做的发言 都已经听完了 现在身为一个排案的招位 有事实的说明 首先我第一次要讲 我首先我要讲的是 7月4号的星期四 其实星期四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的身体是非常还没有复原的 那么我一进来的时候呢 闹哄哄 我根本没有办法站上主席台 然后来理性的讨论 我所排的议案 那当时你们认为 就是徐宇珍委员的门槛的问题 你们不想谈 吴钊伟也在这里 然后呢 我跟吴钊伟施下谈论了 我说这样子好不好 你们还是让我站去主席台 我们来主持议会 然后你们来讨论一下 对于徐宇珍委员的门槛问题 我不会处理 我也不讨论 但是非常的遗憾 这件事情并没有被民进党团 跟招委给接受 所以一直以来的一早的时间 除了我们内政委员会被瘫痪之外呢 还有三个委员会其实也被瘫痪 我觉得感到非常的遗憾 身为一个22年在立法院里面的立法委员 我不乐于这件的事情发生 所以一直到下午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改变 这个开会的地方 那开会的地方要改变的时候呢 也比较遗憾 我们的议事人员 就是没有办法出得了委员会 因此呢 我们那个会议 礼拜七月四号 礼拜四的会议 也就没有办法顺利的进行 这是我要先说明的部分 接着下来到七月八号 七月八号的时候呢 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包括提案委员 吴炳瑞委员来告诉我 他不要排入议程 身为一个招委 既然已经合乎程序的规则 排入到委员会里面 民进党委员在礼拜四的时候霸占土袭台 是因为徐宇珍委员门槛的问题 那么我就在礼拜一不排徐宇珍委员 这也得到徐宇珍本人跟我说明了 但是呢 在我排下礼拜一的议程的同时 我并没有接到吴炳瑞委员跟我打电话 或者是民进党团的三长给我打电话 正式的说要策案 这样子的一个被告知没有 所以因此礼拜一 当然我们依然就按照我发出的公文 我们开会的通知要讨论的部分 那么回到七月八号礼拜一 大家都可以看到 五点四十五分的时候 黄姐委员 他用非常不正式的方法来开门 那么这个不正式的方法开门呢 还有我们也看到了中嘉宾委员 他也企图要破坏我们的窗户 那么这些事情当招委都知道的时候 我当然非常的担心 我们的议事能不能顺利的进行 而且我们也透过了画面上看到 我们的主席台又被占据了 而身为一个排案委员的招委 我当然要想尽办法 让我们的会议能够继续顺利的进行 因此我打电话给我们的议事人员 希望他们能够到我办公室来讨论 在合乎议事规范的底下 我们如何顺利的能够进行 我们礼拜一的议事的程序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考虑到我们要换办公室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手上的这一份公文 当然同时我们也希望 内政委员会的委员也清楚知道 我们要更改办公室的同时 我们也请议事人员回去 用我们的电子系统 发文给每一个委员 甚至于我们的公报 以及资讯处 那么在所有的公报 还有委员都已经看到 这样子的电子公文之后 当然在委员会里面的公报系统打开 电视系统也打开 然后资讯处也已经打开 已经完成了公开透明的程序规则 那因此我也要求国民党 你们必须要打开门 不能够我们自己在里面开会 当然按照我们的议事程序 只要内政委员会的五个人 其实就可以开会 但是招委并没有那么做 招委希望其他党团的委员也进来 因此呢 当我们都合乎了所有的开会的议程之后 我也请国民党团一定要把门打开来 那么在打开来的同时呢 我们也让大家签名 因此就会看到我们的媒体朋友 一拥而尽 第二个就是我们开始在里面又有冲撞 但是在冲撞的同时 身为招委的我 我也必须保护我们意识人员的人身安全 所以最后在许宇珍委员的提议之下 我们就不再进行讨论 我接受了许宇珍委员的要求 也希望我们就不要再继续讨论 我们就休息 好不好 所以呢 我想 对不起哦 招委还在发言 我真的希望那个黄杰委员 你是新的委员 希望你进入到立法院里面 第一能够尊重一下立法院长期的规矩 第二呢 也希望你不要插嘴好吗 如果有任何的这个讨论 待会招委走下招委台的时候 我再跟吴招委我们讨论一下 可以吗 好 谢谢你 以上就是招委针对7月4号跟7月8号 所有的过程 没有任何一个情绪性的发言 也没有任何造谣 完全是根据事实在说明 以上招委的说明结束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我来跟吴招委 我们讨论一下 谢谢 好 非常谢谢各位委员 刚刚大家都非常的理性的来讨论 我觉得这个理性的讨论 的确是需要大家的一起共同的努力 那么我们现在还是一样 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 有没有错误或遗漏的地方 好 因为刚刚在程序委员会里面 还有包括我跟吴招委 我们都已经充分的讨论 因为呢 不管是国民党团 民众党团 或民进党团 大家都有各自的意见 身为招委呢 我刚刚已经表述过了 我们所有的议事的程序 那么上个礼拜一的程序呢 其实是合乎的所有的规范 所以如果大家有意见的话 那么很抱歉 招委就先动用表决权了 那我们现在来表决一下 大家认为上次的意识录 有没有错误或遗漏的地方 没有错误的地方 请举手 谢谢 好 非常谢谢 好 非常谢谢 好 上次的会议议事录 赞成的部分 有24677位委员 那么 不赞成的有几位 请问 请举手 好 有意见 我们现场有五位 所以七位跟五位 这个赞成 上次的会议议事录多数 所以呢 我们的议事录就 就确定 我们内政委员会确实 过去一直都很和谐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从7月4号开始 我们的会议 连招委都进不了会议室 这一块 我觉得大家也要去想 那 7月4号 招委进不了会议室 然后呢 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开会 所以 难道 7月8号也要如此吗 所以 我想 7月8号 这个 会议室 会更改到 这个201 它一定有其原因的 我记得我在念 博士班的时候 我们老师跟我讲 如果错误的 方法 你就 这个得到错误的结果 那你都一直这样子 都用一样的方式 那这个就是呆子 这个就是呆瓜 那所以呢 7月4号 我们的招委 没办法进来开会 那 所以 7月8号 这个 民进党委员说 哦 很认真开会 其实 认真 是 开 要让大家开会 大家来讨论嘛 那不是提早到 你考试提早到 你就考比较高吗 我想不是嘛 所以我们内政委员会 一直很和谐 为什么 我们这个 7月8号 我们民进党的委员呢 需要那么早 而且 会议室的门 就不是议室人员开的 当然 我保留 到底是谁开的 这个自由公论 也许司法 或者是这个警察 调查 好 这个 反正 就是 我在这边我就 大家 可以公平嘛 大家可以公论 你开了 对 所以 我不知道立法院 什么时候 需要由立法委员 来开门 需要立法委员 来开门 所以 本席在这里 本席在这里 希望 这个 不要断章取义 我们今天 民进党委员 刚刚所发言的 断章取义 那我们要让 所有的事情 社会大众要了解 也要有 有公断 再来就是 我们的会议 一直没有办法 好好的讨论 7月8号当天 即便换到 201 也是如此 甚至本席 也在 也看到 连我们主席 跟议事人员 都有危险 整个 我们民进党委员 这个非常多人 所以 对 就是整个的冲撞 我们都看到了 所以 我们 我们对于 那一天 虽然在混乱中 虽然在混乱中 但是呢 整个的程序 本席还是 非常的 要在这里呢 我们的招委 非常的辛苦 那那一天 虽然 我们没办法 完整的开会 但是至少 至少我们 整个议事 我们已经进行了 谢谢 我们真的没办法对外发言 请你们谅解 好不好 不好意思 谢谢 所以当地大会卖东西吗 没办法 不是不是不是 对不起 我们不接受访问 真的我们意识人员 真的没办法接受访问 请你们谅解 真的不好意思 不能这样说 我们都不能对外发言 对不起 对不起 谢谢 周委 请教一下 因为上个礼拜 这样攻防 那你们的状况还好吗 有我身体也都复原了 所以比较有力气 也恢复我的这个运动 嗯哼 谢谢 不过他们 有人在讨论说 您是不是 他们说 意识人员 其实本来就应该跟着您来走 这样应该是没有错的 对不对 当然 王津平院长 就曾经这么说过 一直以来 我在立法院都是这样 就是招委在哪里 意识人员在哪里 而且呢 我觉得 身为一个招委 我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义务 把我们的会议能够顺利的进行 然后第二呢 我也要来保护我们所有意识人员的 这个人身的安全 然后第三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他们一开始就是非法闯入这个委员会 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 社会大众都看不到 是可以够被公平的 上 因为第一次他们意识人员被软 有出现被软禁的一个状况 后来稍微关心他们一下 有有有有 我一直给他们打电话 所以那一天其实呢 我也没有把这个 我们在另外的会议那里 这个做太长的时间 因为我担心他们的身体 比如说要上厕所 或干嘛的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画面看 其实我在那已经喊散会了 他们也喊不让 让意识人员休息 对 恶意的霸占主席台 已经让我们其他的这个应该合法 合规合理的委员会都已经被替代了 这是第一个星期 第二个星期就是早上七点以前 没闯这个委员会的这个门口 用非法的方式 其实呢 我想这个也不容许的 然后第三呢 招委我一直强调 我有这个责任的地步 来让我们的意识可以顺畅的进行 然后接着下来 就是我们意识人员的人生安全 我做招委的 我有这个责任 也有这个地步 我们真的期盼 立法院回回到 这个正面的讨论 有什么事情不能够讨论 要用这么样的恶意霸占主席台 然后让我们所有委员会 立法院里面的这个职位被没收 然后被提到 我觉得这不是很好的示范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